我国昨天新增2263起冠病确诊病例 连续两天维持在3000期以下 卫生部表示 由于通报的病例多数是在周末进行 而周末进行的试字检测次数较少 另外再有10名年长者因为冠病病发症事实 昨天新增的2255起本土传播病例当中 1949起属于是社区感染病例 306起是来自客工宿舍 新病例当中有388人是60岁以上的年长者 12岁以下确诊孩童有140人 住院病患有1698人 当中需要输养的有308人 在家户病房的有42人 目前有超过16000人进行居家康复 人数占了确诊病例的76.7% 2818人在社区护理设施 342人在冠病治疗设施 卫生部密切关注的大型感染群 昨天没有新增病例 这是卫生部连续6天 没有公布新的大型感染群 另外昨天公布的10个死亡病例中 他们的年龄介于73岁到93岁 当中3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4人未接种疫苗 其余三人未完成接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